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油 盐 迷迭香 味淋 沙拉酱和清凝汁 今天要爬三文鱼 而且刚才在节目录制之前跟我说 今天这道菜是需要三个步骤的 第一个步骤是要先腌三文鱼 第二个步骤是要煎三文鱼 第三个步骤是调一个汁 零三文鱼 对 那我们现在就从第一个步骤开始吧 先腌制三文鱼 你在挑选三文鱼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讲究 怎么样挑最好的那种三文鱼 三文鱼最好我们还是要用挪威的深海的三文鱼 对 然后我们这次用的三文鱼的部位 是比较偏中段 中段 对 中段 就是三文鱼的中间的这一段 三文鱼的营养也是非常丰富的 没错 对 那我们现在开始来腌制 这个里面要放什么 要放一些酸奶先 酸奶是什么样口味的酸奶都可以吗 最好是原味的 原味酸奶 对 量 这个呢就是 好像一般腌制三文鱼的时候 我第一次看到会放酸奶 通常腌三文鱼一点盐 然后加上一些黑胡椒 对 所以这个就是你的四方菜了 酸奶 酸奶 调制完毕之后 对 然后我们现在加一些盐 小勺 给它一点点的这个底味 因为桑鱼它本身会有一些咸味了 你可以少加一点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个 迷迭香 迷迭香 就是西餐当中广为运用的 运用的 香料 香料 对它一个是有安神的作用 然后美容 安神美容 对 那咱就可以多放一些 对 现在这样子就可以了吗 盐迷迭香和酸奶 对腌制的这个步骤 我们就是用到这一些 然后呢 一般我们这样子腌的话 可以腌 15分钟到20分钟这样 可以放到冰箱去冷藏 当然这里边呢 也是可以切一点这个姜的 是吗 对 还有一些姜丝也可以 用一些姜丝的部分 给它搅拌一下 来 我们就用这个小勺 腌制 对 在它腌制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现在也可以用另外一个小碗的 直接调一个就是你煎好这个三文鱼 淋的这个汁 对 好 这边的三文鱼我们给它腌制 我们这边呢来调一个煎好三文鱼之后的一个汁 酱汁 继续用酸奶 量要多少 量的话呢 我们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有放这个酸奶 还有沙拉酱 那酸奶呢 跟沙拉酱的比例是1比0.5 现在我看到你放在这个小碗当中 放了四勺的酸奶 沙拉酱我们来看看要放多少 这个也是原味的沙拉酱 对原味的沙拉酱 原味酸奶搭配原味沙拉酱 就是一勺拌的量 嗯 现在给它搅拌均匀 酸奶和沙拉酱呢 搅拌在一块 这个也是一个很特别的 呃 这个方法哈 可以拿来直接拌沙拉吗 也是可以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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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 然后呢 我们现在要加一些的凝汁 这个 对 新凝汁 对 直接 直接倒一些 只要一少许就好 对 清新的味道 对 再来给它搅拌 对 这个时候还要放什么吗 这个时候呢 我们最好是可以加一些的水 因为太浓稠了一些 来 我来帮你 嗯 这个是加矿泉水 我们看一下这个量 一勺 再加一勺 再来 稍微稀一点 对 稍微稀一点 这样子就可以了吧 嗯 可以了 现在这个调的这个酱汁里再不需要放什么东西了吧 嗯 还可以放一些盐 底味 对 这么多 嗯 加减 再来一点点 因为刚才在腌制三文鱼的时候 我们只放了一点点的啊 嗯 对 好了 这个汁呢 我们已经调好了 这个是什么呀 我看到旁边这个这个料 好 这个是胃淋 胃淋 是加在这个里边还是加在 加在这个腌制的这个三文鱼的里面 就是我们给它 可以加一些 对 这个三文鱼腌制一会儿 我们再给它放胃淋 这个是起到什么作用的 也是去腥的一个作用 对 三文鱼它毕竟还是有一些的腥味 给这个小勺 给它再淋一下这个面 哇 厚厚的这个三文鱼得会吃起来的是非常的棒 那现在腌制好了以后 我们就已经可以开始煎了 对 我们这边就可以开火了 现在蛋蛋可以在锅里加油 我们要先加一些黄油 因为黄油的这个费点的很低 对 我们要把火先调小一些 接下来呢 我们就在锅里加入黄油 火要记得调到最小 因为它很容易就融化了 嗯 这个黄油只要把它融化了 咱现在就可以开始煎了吗 对 就可以了 好 完全融化 油要稍微再烧一下 要烧热啊 对 要烧热 因为不然的话 三文鱼会粘锅 我们现在是开大火 我们现在是开大火 但是我现在有一个疑问 就是大火加热这个黄油的时候 黄油会不会焦或者是会不会火化 会会会比较容易 这时候就是要要要注意一些 要快速的 要快速的对 那现在就可以了吗 可以了 好 我们现在先可以呢 觉得火大 我们就先可以呢 离一下这个火啊 嗯 开到最小 先从鱼皮煎起 我现在可以开到最小火啊 嗯 你就可以慢慢的来煎它了 有的人喜欢吃全熟的 那我们就多煎一会儿 估计吃全熟的大多数都是这个老年朋友啊 因为他们不太习惯的去吃这个生的东西 生的东西 对 看 这一面呢 已经开始变色了 再给它稍微压一下 嗯 前后差不多 我觉得用这种小火来煎它 煎到七成熟 应该不要超过一分半钟左右 因为如果煎时间长的话呢 它这个肉就没有那么的香了 那么嫩的 嗯 这个颜色是你们需要的颜色吗 嗯 这一面的颜色 那行 那我们这个鱼呢 已经煎到差不多七成熟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关火 双盘 那么在这个时候 我们请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 淡淡的这道私房菜制作过程 奶芝扒三文鱼需要准备的原料有 新鲜的三文鱼 柠檬 生姜和酸奶 调料是黄油 盐 迷迭香 味淋 沙拉酱和清明汁 我们来看看具体的做法 三文鱼中 加入酸奶 盐 迷迭香和姜丝 抓拌均匀 腌制15到20分钟 再加入味淋 拌匀 取酸奶 沙拉酱 青柠檬汁 清水和盐 混合搅拌均匀 备好酱汁 热锅 加入黄油 用小火化开 三文鱼放入锅中 煎至变色 大约六七成熟 起锅装盘 最后 浇上酱汁即可 三文鱼中 含有丰富的 不饱和脂肪酸 能有效地降低血脂 和血挡固醇 防止心血管疾病 此外 它所含有的 Omega-3脂肪酸 更是脑部 视网膜 及神经系统 所必不可少的物质 有增强脑功能 防止老年痴呆 和预防势力减退的功效 表提示 那么你在吃这个 三文鱼的时候 一定要将柠檬的汁 给它 在鱼的身上 对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鱼肉的那种味道 真的是非常的美妙 当然你要在家里 煎这个三文鱼头的时候 你可以稍微煎的 这个焦黄一些 因为它更香 但是煎三文鱼的时候 就像你刚才讲的 六七成的时候 就应该可以了 面上只要一变色 我们的内里的这个部分 然后呢 还是软软的 对 鲜鲜的 甜甜的 这就是三文鱼 带给我们大家的那种 回味不穷的滋味 那么谢谢淡淡 也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雷伟 明天我们再见